家人们注意看,把一个鸡蛋液直接倒入带鱼里,简单一做,出锅就是酒店的一道特色美食,很多人都没有吃过,30年老保姆的拿手绝活,看完视频之后又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,元宵节的餐桌上可以做上这道菜,保证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两条单身的带鱼,先来给它处理一下,用剪刀把鱼尾巴剪掉不要,因为里面没有肉,然后在鱼鳍的这个地方剪一个小口,用手把鱼鳍给它扯下来,这样里面那个小毛毛刺也跟着出来了。 接着再用剪刀从鱼肚子的地方给它破开,把里面的内脏给它取出来。 取出来之后,里面还有一层,别忘了清理,就是这个贴着骨头,里面的红鞋,它非常的心,要给它清理一下,然后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。 接着把鱼头给它切下来不要,里面基本上没什么肉。 再把带鱼切成5厘米的长段,尽量给它切到长短一致,这样做出来比较美观。 然后再把每一个带鱼端的表面打上一字花刀,正反面都要给它打上,这样方便入味。 处理好之后,直接给它放入清水中冲洗一下,这样带鱼更加的干净,吃着也放心。 控水以后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。 加入提前拍碎的葱姜段,再来一勺料酒,少许的胡椒粉。 一点点食盐入底味,用手先把葱姜的汁水给它抓捏出来。 这样去腥的效果会更好,用左手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,放一边腌制10分钟。 接着准备一把小葱,葱白切成小段。 葱叶部分切成葱花。 切完之后,分开放入小碗中。 再准备几斑大蒜给它切成薄片。 生姜切成细丝。 干辣椒切成小段,不喜欢吃辣的这一步可以省略。 切完放入小碗中备用。 接着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,在里面打入一颗幼儿园刚毕业的鸡蛋。 将它搅拌成蛋液备用。 再准备一个小盘子里面,放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备用。 这个时候,带鱼已经腌好了。 把表面的渣渣给它去掉不要,摆入另外一个盘中。 接下来把鸡蛋液直接倒在带鱼段上,用手把鱼挨个翻个面。 让每一块带鱼正反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液。 然后再把带鱼段放在淀粉上。 正反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。 全部都按照这个方法依次做完,然后装入盘中。 准备一个平底锅,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。 晃动一下锅子,把油温烧热。 接着把带鱼段一个一个地放入锅中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这了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帮我点赞,转发一下吧。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,非常的感谢。 煎到一面金黄之后,翻面煎另一面。 反复的翻面,一直煎到八面金黄。 煎好之后将它控油捞出,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18粒花椒,开小火炸出花椒的香味,然后控油捞出。 接着放入切好的葱姜蒜,干辣椒爆香。 加入一勺生抽,少许香醋,一点点蚝油。 一勺食盐,一勺白糖,一勺味精,一勺松鲜鲜。 这个松鲜鲜可以代替盐和鸡精。 平时煲汤,炒菜的时候放一点点就很鲜。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。 把汤汁煮开之后,放入带鱼块,晃动一下锅子,让带鱼的表面都均匀地裹上汤汁。 盖上盖子,开小火焖煮一分钟。 把汤汁收干,就可以出锅了。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带鱼,色香味俱全,闻着就特别的香,看着就很有食欲。 我家三个挑食的女儿,隔三差五点明就要吃。 后天就元宵节了。 餐桌上可以来上这道菜,吃起来外焦里嫩,保证一上桌就秒光。 比红烧的,油炸的还要好吃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,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